汪苏龙的搞笑时刻 一个搞笑与实力并存的男人 就连冷笑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都变得好笑了 那你会觉得我油腔滑掉吗 不会啊 但是油腔滑掉的人 你知道不能做什么工作吗 不能在加油站工作 因为他油腔会滑掉 再听到要免费写歌 这可把他吓得够呛 我就来个三回就撑你老头 我们也希望你能用你 满着要溢出来的才华 拼尽全力免费免费 给我们写几首好歌 你不吃亏啊 你来了人也给你费用 但是我写歌的钱 其实是要比我这中一个 唱歌和说话简直是两个样子 你口音不是我口音 你总不买你的意思是 你自己听听你的口音 你对自己有点清晰的 硬质 硬质 行不行 总有些惊奇的机遇 比方说当我遇见你 你那双温柔 我提早的眼睛 汪苏龙还把汪喊气到拿起了小板凳 你会花拳吗 会啊 来啊 割凉好 五分手六六六六 五分手六六六我会不会 那你会什么玩 我一刀砍死你 你还割凉好 一刀砍死我玩你 哎 刚刚我会玩那个 你还割凉好 我女孩 把游掌镜拿捏的也是死死的 不要 快点 我不要了 我不要 好好笑 不要 一二三开始 游掌镜 每天都要游掌镜 我叫汪汪 汪汪汪 每天都要消息 在七夕这篇 游掌镜也是把人吓得够呛 录完之后我们一次都没见过 他太能了 哎 他真的好难约啊 你再讲 你什么 那讲 那你讲我 你约我那一次吗 讲不出来 因为你就没约过我 熙熙那一天我约他们 那你能不能去约掌镜有点泡泡 还上演了偶像剧情 张静都表示不想认识他 快来 张静 来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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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连大妈都不放过 连大妈都不放过 这是我们的篮子吗 谢谢 谢谢 大姐那你来追我 来追我 来追我 你追我 没有